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了 韩剧里出现这样的女人 一般女主都是怎么处理的 你这里掉了根睫毛 我还怎么处理你 对我还说 有个人 预定 我还没什么 好 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陆思诚 走了 祝贺你比赛胜利 谢谢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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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莫名其妙 对一个素未相识的人 有了邪恶又恶毒的想法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真的是特别奇怪的举动 类似于黄狗 在不属于它的地盘的电线杆上 偷偷叙叙 傻孩子 这叫生物应激性 顺便问一句 你在哪个电线杆上偷偷叙叙了 陆家村村口那个 诚哥 你终于可以承认我了 包装高级 品种也高级 这个给队长送花的人 有眼光又非常有诚意啊 这么大一数应该不便宜吧 诚哥 刚才那是粉丝啊 是他未婚妻送的 都进几城未婚妻了 那我们童谣怎么办 童窗共振国就这么算了 什么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听见远方出轨终声响起 我还是没能听到你的声音 认真说声对不起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 习我 你们过来 有意思吗 我是说我在基地一楼洗手 我说怎么水是绿的呢 原来我们同样在二楼洗头呢 滚 你们有完没完 什么未婚妻 自己脑补一出戏 他近在步验中 整个你这是什么淡定表情吗 心里头之乐 你都有女朋友了 也不告诉我们 你拿不当我们当队友啊 你这样比赛当中 叫我们怎么把我们后背 安心交给你嘛 是吧 是啊 我以为诚哥不会爱上人类的 天天跟你们这样的人 人相处在一起 怎么可能会不 你好 谢谢 他怎么又来了 我哪儿吃的 小姐姐 你吃 很好吃的 这些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 有能量 对身体好 谢谢 谢谢 你吃 很好吃的 你每天吃一包 就会天天想起我 蛇 怎么看 我们的设计室会回来 我跟他人家伙设计划 嗯? 我只是吃饭吃的 我身体好 我看了韩国的照片 我可以听到天空的照片 我可以听听到 小姐姐 你很可 嗯 拜拜 什么情况 没问我们要微信号 是因为我们的他都有 为什么只有你有综合果认 我们都没有啊 我都不用想 都脑补出一出戏了呀 时间到了啊 你们差不多就 这什么情况啊 一会儿鲜花一会儿凉品铺子的 一共就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你们还打算开个派对呀 真膨胀 我们队忠夏二鲁魅力无边呀 对呀 你 除了我 怎么回事 隔壁Fanatic战队的打野 要当上门女婿 拿着综合果人上门当拼礼了 坤啊 追我们童谣 上次比赛疯狂蹲中路 只娶我闺女向上狗头 还指望能娶 狗 我说你们这些职业选手的浪漫 真不一般啊 身为队长奉劝你一句 什么啊 离那个叫坤的远一点 可是他送的综合果仁好吃啊 谁把醋摊打翻了呀 我怎么闻到了一丝丝的酸呀 酸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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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我听见远方出轨终声响 咱们俩好了 我还是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可以打可以打 来了 打 打不上 打不上 可以 这位色变好啊 准备打不上 打不上 锋利双克军 天下无双 能打不上 射赛 ун 流 赛吧 来 恭喜小姐姐 赢得了比赛 赢得了比赛